你可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等待 你可得有个思想准备 你不决定 三十 十磊 十磊 你咋回来了 马部队干了放了谈请假 你 你咋回村了呢 三十 你又给挨斗 凤将把部回 回来还会回 回哪 三十 马部跟你说了 把你先回家 把你去 看 爹 他有事 是雷怎么回来了 他爹得了妈妈中的病 他当儿子的 能不回来 这孩子看来什么都不知道 我得去看看啊 看看 爹 爹 世音 我回来了 爹 世音 我回来了 世音 你回来了 二婶 我爹和世音去哪儿了 门儿咋还锁着呢 咱不 咱不说话呢 孩子都回来了 还瞒着他干啥呢 三婶儿 你说啥呢 啥事瞒着啊 世音 你还是去县医院看看吧 你爹前两天得了重病 正在医院抢救呢 志叔和村长也在那儿呢 世音 我 爹 爹 爹 名字 你可千万别急 你看啊 咱们郑的领导也来了 现武装部的领导也来了 你们家的情况啊 我和村长都跟他们说了 他们都会帮你的 是啊 银子 你们家呢是军属啊 现在啊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有什么实际困难 我们会帮你们的 还有啊 李哥哥所在部队的首长 也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估计啊 他们也会很快地 派人过来的 银哥的部队 他们咋知道 银爹病危啊 这么大的事 我们当然要和部队领导 沟通了 这可咋办呀 他们咋能知道 银爹的事呢 他们要是知道了 那银哥肯定知道了 这可咋办呀 世音姑娘 你怎么了 这事绝对不可让 银哥知道 世音呢 世音啊 世音啊 哥 我死了老头 咱爹生这么大的病 你还瞒着吗 你还敢不告诉我呀 世音姑娘 你干啥的 这事啊 这个冤枉的英子 是你爹祝福大伙儿的 谁也不能告诉你 没事 石头啊 那天晚上 你爹摔倒在街上 浑身都动不了了 他还祝福大伙儿 不要跟你说他病了 怕怕影响你在部队的工作 你爹这个酱皮鸡 你还不知道吗 哥 爹嘱咐完大伙儿后 就晕了过去 到现在还没有醒呢 咱当时吓坏了 一点主意都没有 咱盼着 你要是在家该多好呀 咱就有主情苦了 咱好几次 都想给你打电话 可听了爹的话 咱不敢呀 不要 拜托 哥 爹 爹 爹 你媽都回來了 你醒醒 我都两年多没看见你了 爹 爹 你醒醒 累完都回来了 爹 你是高城函宗向 对 我是他的队长 这是您给我打的电话 何队长 是的 你好 你好 哥 你别哭了 起来吧 说不定咱爹真的听到你喊他了 他要是听到你喊他 他肯定会醒啊 爹 你醒醒啊 你把他回来了 哥 你不知道 爹在家的时候 听上一个人偷偷地看着你照片流泪 他要是知道你回来了 他肯定会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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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你把我们知道 起来 石头 你是军人 记住 就算天塌下来 我和所有的战友 会和你一起靠 哥 他 他是你们首长 这就是兰才部队里的首长 你是谁人吗 你说他部队 转向非常好 他一直向我紧紧 你先回家 大妈 我 我要管他怎么怎么样 你是他儿子 刚出部队回来 是啊 医生 病人已经醒了 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危险 太好了 哥 爹醒了 爹醒了 医生 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医生的 这 这就是兰 兰部队的领导 好 这样吧 你们给我到办公室 咱们相谈 别担心 别担心 病人脑部的肿瘤 我们已经通过手术切除了 各项生命体征 也在向好的外面发展 但是 由于肿瘤太大 松阴前轻微出血 被他长期压缓的脑神经 被他长期压缓的脑神经